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辣吗 不要再买19块9 倒爽20包的蒜小羊了 看我找了这个山椒脆笋 不能吃二姐妹 千万不要尝试啊 真的辣 小小的笋片很辣吗 今天兄弟们吃完一整姜 买了 山椒脆笋9块9倒立香 购20代 算下来一代不到5 但它没有标入具体的净燃量 隔着包装看里面都是白色的笋片 这也没看到一丁点的辣椒啊 它怎么就巨辣呢 今天兄弟们吃完一盒笋 才不吃完 看能不能让我感觉到一丝的赖 那些网点关注的同志们 点网友支持一下吧 多谢 真开 配料 配到前两位是红组和山椒 剩下的是一些长颜的调料 添加剂 它上面敢写着 物件外含的占比 是大于抖于80% 保持着十多月产品 无限当中 有没有福建的网友 福建的人都很能吃辣吗 如果师叔吃起来不觉得辣 那我可要吃福建网友啦 看到这种没有明确标识进来的产品 我总感觉它们分量很难不敢洗 那咱就把这二只带全部拆开 上层抽一下 看着它的真实费量到底有多少 看好啊 这是迅迪跪零过的 神经济二十 444.3克 这就是它二十毛真实的分量了 闻着有很明显的泡椒肉啊 虽然有泡椒肉啊 但泡椒看不到几个 这点师兄还是挺喜欢的 之前吃的泡椒产品里 一盘总泡椒啊 虽然师兄不能吃辣 但我也绝不会从接下来吃 也算了 确实完这一盘 我们儿子就是一个测试 生师兄测试 BBC的服 唱 嗯 它们此片口感很清脆啊 智慧很足 或者 嗯 很 根本停不下来啊 家人们 我承认它挺辣的 有个猪辣的程度 但是泡椒的辣味让你越吃越想吃 根本停不下来 味道很棒 第二战真多 如何评价